各位朋友 一个国家的强盛 不仅仅是国力的这种强盛 而且呢 必然会伴随着它的文化的输出 是吧 黑神话悟空已经成了一个 不仅仅是在游戏界了 这个在世界上成了一个 现象级的这么一个讨论的话题 今天呢 是黑神话悟空 开始销售的日子 这是在北京时间十点钟 刚刚销售了不到一小时 马上就登上了Steam的最热的游戏榜首 当前呢 玩家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76万人 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85万人 我相信很快就会突破100万人的盛况 中国的多家公司 因为黑神话悟空宣布放假 这个呢 有证券行业的分析师认为啊 这个3A游戏标志着中国游戏的工业化水平 达到了新的里程碑 在A股市场上概念股早盘纷纷拉升 好家好多公司放假 一款游戏的发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动静 新华社的小姐姐手忙脚乱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新华社为这样一个游戏占过台 各位这个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电台很多的报纸都在进行直播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前所未有 任何一个中国的游戏都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老山是 看看另一个新棍子 你们说的变身了 那个是不是 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个 就变成那个 哦 这个是直接就变成 变成广智的 怎么变成 22加圆圈 那他会耗蓝吗 我看一下 猴子谈恋爱 对他有他有那个 他有他有他有cd的 啊 大家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 国产游戏做的也是不错的 那所以他这个六班兵意思就是打败六个boss变成六个boss的样子 变化 哦调戏 哦我我我补满了 我补个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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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缩地有什么用的 哎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来过 没有吧 没有是吧 来过 来过吗 对来过 哦从这儿这个小门就进来的 对从这儿进来的 哦对刚刚那个时候我不在 嗯 我又找到借口了 好找到借口 找到借口 找到借口了 猫头鹰鸭都说来过了 非常优秀的一款游戏啊 各位无脑入吧 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这个游戏呢 预售就超过了四个亿 这么今天呢正式开售呢 销售额很快超过了五个亿 但这仅仅是开始 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额 那会是蹭蹭的一个天文的数字啊 那么这其中谁最受益呢 这个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感兴趣 以后啊不仅有黑神话悟空 黑神话姜子牙 黑神话杨茧 是吧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黑神话宇宙 西游记宇宙 风神演绎宇宙 你想想以后这个公司能做出多少这种 基于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的游戏啊 谁最受益呢 这里边 各位 游戏科学的CEO 制作人冯济 他说呢 如果你是单机的ARPG的爱好者 请放心的去玩 多玩几张图 它绝不会是你玩过的任何游戏的换屏 哪怕你从来没有玩过任何动作冒险游戏 我也有信心黑猴会是你合适的初恋 再肉麻一点黑猴也许是你爱上这个类型的最佳的选择 而现在就是入坑的最佳时机 游戏当然不简单 但绝非你想的那么不可战胜 蒙记是这么说的 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 为了探寻昔日传说的真相 踏上一条充满着危险与惊奇的西游之路 西游记黑神话悟空 被称为国产游戏的3A大作 从预告片披露就惊艳了 世界 蒙记此前透露 黑神话悟空每小时的游戏时长的开发成本超过了2000万元 团队预估整体的游戏的时长将在20个小时之上 开发成本至少需要3到4亿元 目前呢 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构成是怎么样的呢 游戏科学公司的实控人为冯绩 持股比例是38.76% 第二大股东呢 为深圳市游科互动企业管理中心 持股比例是27.36% 这个是国资 注意啊 这是深圳国资 实控人呢 同为冯绩 这也意味着冯绩呢 作为游戏的初创团队啊 这个超过了66%的股份啊 这也是冯绩的 不是不是啊 这个也不是国资啊 这也是冯绩的啊 除此之外呢 英雄护鱼通过旗下的天津英雄 金控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9%的股份 腾讯通过旗下的子公司持有5%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华裔兄弟 华裔兄弟这个持有57.57% 5%5.7%的英雄游戏的股份 这个华裔兄弟的股票早盘一度涨超过了10% 好家伙 哎呀 这华裔兄弟5.7的股份 这终于打了个翻身仗啊 这华裔兄弟让这崔永元这一家伙 大懵了下了地狱了 这回啊 涨回来一点啊 据公开报道 显示游戏科学的创始团队的成员 与腾讯渊源扩深啊 不是这个腾讯其实这个持股太少了 还是投资太小 才5%啊 才5%啊 好吧 这个 多款联名和周边的产品热销 帮这个联名的游戏手柄 京东的销售都超过了2万了 对吧 现在而且是 这个很难买啊 订货都订不着 而且这个周边的产品啊 什么手办呢 游戏相关的呀 好家伙 这玩意儿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链啊 各位 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这里边 整个的啊 各位 你们想到这个前景了没有 不仅仅是一款游戏的问题 刚才我不是给大伙说了吗 把这公司 把一系列的黑神话的商标都给注册了 这仅仅是个开始 就是西游记 那能出多少个DLC吧 大伙算吧 是吧 红孩 那是不是一个DLC啊 什么这个黄蜂岭 盘思洞 好家伙 这一个个游戏出下去 各位 这是多大的一个产业呀 这都还是次要的 钱不钱的都还是次要的 你知道吗 关键是 这游戏人的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呀 天命人 天命所归 中国的强大 文化的输出 这只是第一步 征服世界 仅仅是个开始 各位 两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